最新的經濟報告預測 中國大陸第一季度的經濟將會嚴重萎縮 經濟專家也表示 美國正在重新評估與中國的貿易關係 諮詢公司中國賀皮書週二報告預測 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將創有紀錄以來最差 恐萎縮10%或11% 雖然到3月中旬 大部分公司都宣稱已恢復運轉 但情況仍在惡化 一項商會調查顯示 美國在華企業復工數量只佔約五分之一 大多數企業對經濟前景悲觀 中國賀皮書執行董事卡齊說 復工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恢復增長 此前中共官方公布一二月份主要經濟指標 都呈兩位數斷崖式下跌 商業房地產銷售跌幅高達40% 華府經濟專家表示 中共瞞報疫情令中國信譽大損 美國正在重新評估與中國的貿易關係 美中之間恐加速脫鉤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道